當初六萬塊創業做到現在六贏 可能丟丟妹第一名 女生來講她第一名 那我就是第二名 喔 嗆聲的意思 丟丟妹來贏你 丟丟妹表面上應該是贏啦 但是贏了 人家推衡你這個領 不是 我們領域不同 他剛才是說譬如丟丟妹 也就扯他 領域不同啊 你現在已經是直播界 就是大家都知道就是No.1是不是 基本上以我們的營業來講 很少人有超越我們的 可是你是如何達到六億很誇張 什麼方法 我做六年 我當初六萬塊創業 做到現在六億 可是你直播的時候 你用什麼方式讓大家就是這樣狂買 其實我講話非常的直接 我可能不高興 比如說客人一個 比如說反應 比如說太酸之類的 我可能髒話就直接飛出去 那就跟丟丟妹是有點類似是不是 他是比較 海派吧 就是 我們是比較 你剛往下比是就比較low嗎 不是 誰說他吃那一首 我們吃那一首對不對 我們吃那一首 好 我們是這樣 就是我們是比較 是一樣的 等一下 你再跟我們討論口氣 但是同一句髒話口氣不一樣的問題 可是我不是這樣 我們說 我是 就是丟丟妹是整個海洋說 那人家都買啦 然後賣的海洋就是推新鮮啦 然後就 但是你可能就是說 對 我們的產品很好啊 你是這樣是不是 我是比較姐妹 姐妹在聊天那種 就不會江湖口氣的那一種 因為你跟姐妹聊天 你也不可以 對 很奇怪 就莫名是要罵人 就說白癡治障 就是這樣 我們就是 我就是很親民 然後跟粉絲就直接這樣 橫互動 欸 現在直播一件事 不罵人大家不滿是不是 好像是耶 粉絲又會一直被討論 因為我覺得會罵人的直播 他們會覺得比較有真實感 對 比較有互動感 不然就會覺得太假 因為現在很多 算了 不要講 沒關係 你講 因為現在很多藝人 不是都出來做直播嗎 對 然後藝人做直播 就會有藝人的形象 然後就會講話說他自鎮搶緣 然後就是很正經 你有看到哪一個 你不要 你講名字我幫你消音 確定嗎 確定一定幫你消音 你覺得說天啊 你這樣怎麼賣貨啊 你講啊 沒差 好 那我講好了 我會消音嗎 一定會 就比如說 也是 那嗎 對啊 很多啦 都是啊 在我來講是團馬 不算是 團馬跟直播主有什麼差別 團馬 然後直播主 喔 比較高 然後 Superstar直播主 所以你是到哪裡了 Superstar直播主 Su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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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ar 哇 這氣勢 可以 這氣勢 可以了 你這樣六億了 我們還敢上去嗎 對啊 不會喔 因為我三小時可以8千萬 我就覺得 三小時 為什麼 就是賣我的品牌啊 等一下 你到底有沒有在說謊 老公 一個隱私報表拿出來 你老公在喔 你老公在喔 你老公也在現場嗎 對啊 老公帥嗎 不是你喜歡的 你老公在哪 老公在哪 但是你先生 老婆講的話都是真正的嗎 你先生好兇氣喔 對啊 可是 你都已經六億了 你都已經 少爆了一點